我重複上次做的效果 先做一做 這樣是中間開始的 重點 這個紙比較穩定 重點 重一點 這個紙要停的 所以這個位置 這樣就像稿內的線條 它真的這樣做 如果排比或者排少 它有時候可能那個 那個毛分佈得不是太均勻的話 它有毛不關的話就可以這樣做 就這樣 這邊也是 配合 就是 2 稍後 基本上 基本上 把腦裡的手提 就這樣 你是不是可以勾线也可以呢? 你是不是可以勾线也可以呢? 也可以的,看到吗? 也可以的 这个字很好用 不过不是弄了很多 鱼的鱼是这样的 鱼的鱼是这样的 鱼的鱼的鱼 黄鱼的鱼 鱼的鱼 鱼的鱼 鱼的鱼也用一点点 鱼的鱼没有了 先用这两个颜色 不要紧 黄色做底 加珠标 浓 tegen 有黑色 改 HOE 大概在這個位置 如果深色向下的話 就是淺色向上 這一波很重要 很多人說很簡單 不是的 深色淺色要適合 它是有這樣的效果 好了 趁它還沒乾乾 拿一支黑色的粉 濃一點 濃一點 這邊很重要 把它畫得比較層次一點 你看這個深的顏色和淺的顏色 這個很重 1 2 3 這是它其中一支 遮蓋一點 另一邊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這樣過 看到嗎 1 2 上去 這個毛很可愛 它的尾不是這樣向上 它的尾是這樣向下 就是這個位置這樣出來 這個位置出來 所以分清楚 這個位置一定要知道 它的尾巴是向下的 不是向上的 The tail of the bird OK should be like this OK It's the direction 好了 根據啦 趁它沒乾 趁它沒有乾的時候 稍微薄一點的顏色 這個地方 少一少那個毛 可以鬆開一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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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毛隆隆的 看起來比較有乾 變成頭了 頭了 頭記住啊 在這個位置 OK 這個位置 你看到它很有趣 它整個 這個線條 是Horizontal 水平線 Compare with this one OK You see Parallel I mean the angle of the head of the bird 所以它要平的 所以你做的時候 其實第一下 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按一下 第二下 是這個位置 OK 平的 這個位置 可以看到 然後 嘴巴 也是平的 這個位置 一二三 向下 走出來 看到嗎 那個線條 OK 然後這個位置 是正眼鈴 The eye of the bird 然後 這個位置 看著 是這個 重的 1 2 3 所以這個位置 很準 要不然 不要看 嘴巴 可以 OK 就像這樣 還未乾的時候 加上黃色 這位置 應該是紅色的 不過沒有 那 分別在這裏 OK 好 跟著 之後 按下 然後 看去美觀的時候 很神神 毛的效果是这样的 你看到这些刷子的状态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方向的形态是很多毛的 散开的 毛的样子的状态是散的 不要太尖 三个眼睛 好 两个眼睛 毛的眼睛 的眼睛 靠巡视 几下眼睛 一沉 爬 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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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一點 它這個不太明顯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你可以填滿它 填滿它 填滿它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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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白色 填滿它在後面 濃的在前面 填滿它後面 填滿它 填滿它 因為它後面是白色的粉 所以填滿它就好 填滿它 後面會淺一點 淺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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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然後 你看看 你看看 這隻腳 豬錶 加色 應該是自己的 偷懶了 你看看 你看看 看 這隻腳是這樣的 在這個位置開始 記住 是小脚的這個位置開始 向後 停一停,向前,然后呢,看着,一个,两个,抹开一点,三个,最后这个位置,四个, 它的样子是这样的,前面三只,后面是一只,这样抓东西,如果你吃过这个蜂蜂, 爪子,你就知道是什么样子,第二只,这里位置,一二三,出来,右右至粗的,一样道理,到这里,三下的,一二三,最后在这里, 这里是一二,这里是很右的,好右的有一条,看不到的,一二,这个一二,到这里,然后这只,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脚夹, 脚夹, 整个就完成了,最后, 这个,液过这个位置,我们再加一点, 看到了, 变形就是这样, 明白了吗?OK,大家试一试,好吗?自己来, 开两台了,后面都开了,整个垃圾, 开两台了,后面都开了,整个垃圾, 整个垃圾, 好,要好了, 没了, 二三, 原来说, 好喝, 好喝,